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腮红跟打亮 在我还没有学化妆 还没有对化妆有兴趣之前 很多人都说 他们通常都失败 在腮红 打太红 或者是打在不对的地方 所以人家就会说 你们打到好像太红了 等下好像猴子的屁股 其实要打对的地方 就要把腮红放在 然后把腮红跟打亮粉 要放在对的地方过后 你才会更显示 更显出你的轮廓 好像之前的视频 在那个视频 我就教了你们 打眼影 然后第三个就是 放腮红 腮红其实 也是看个人的肤质很多 因为不是各个颜色 好像这种亮片 不是亮片 这个是没有亮片的 好像这种比较亮的腮红 或者比较暗沉的腮红 都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肤质 都不一定适合你 好像这种比较 紫色的 一个比较亮色的 可能适合我 可能不适合你 但是看个人的 但是无论你有哪一个 颜色都好 我觉得它还是会 帮你 突出你的 最美的一面 但是你要用对方法咯 所以 现在要教你们画 腮红 在我刚开始 化妆的时候呢 我的苹果肌是比较难找的 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的苹果肌 是不是 腮红一定要打在苹果肌呢 但是 人家都说 腮红大概是这个部位 我的颜色就打在这个部位就好了 但是 也是要有技巧的 因为你打错方向 打错地方 你的脸也是会觉得很奇怪的 因为好像 肯红呢 最好是用这种 有点斜的 然后 有点 斜切的刷子 然后 苹果肌 上一集我都有讲过 苹果肌就是 你的脸上的骨头 靠近鼻子 通常是靠近鼻子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两个就是你的苹果肌 然后 苹果打 打腮红也是有技巧的 因为 好像我的脸比较肥 你打腮红的时候 你不要刷出去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向人家刷 刷上 对吧 通常是我们 其实我们 苹果肌有两种刷法 一就是 打上刷 通常我们 都会跟人家说是打上刷 但是 假如你是瘦的话 真的很尖 你可以打横刷 因为打横刷 会 把脸脸修饰一点 也可以把脸脸放一点 宽一点点 所以有些人觉得 看个人 有些人觉得他的脸 太瘦了 他要 肥一点点 所以 有两种刷法 一就是打上刷 一就是 不要打横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刷 这样子刷 你不一定要打横上 但是你可以这样子打横 这样你 假如你的脸是肥的话呢 就好像你的 打眼影这样子 你就打下吧 打 打 骰红的话你就打上去 通常就是这个部分 你的苹果肌在这里 通常它跟你的 怎么说 你的眼睛这个部分 眼尾是一条 你假如你不知道你的眼尾 你不知道你的眼尾 就知道你的苹果肌 你冲肠是你的眼尾 跟没有 假如你不知道你的锁骨 你这个骨头在哪里 你可以当 拿你的眼睛 眼尾跟鼻头 像是鼻头 这个鼻头这里 呃 当一个 参考 这个部分 到这里 跟这个部分 下来 就是你锁骨 好 这样你就 拿了粉过后 刷在这个部分 上 打上 打上的话 会拉直你的脸 上去 啊 不 不是拉直 拉长你的脸 上去 等 假如你的脸 是瘦的话 你 你不要拉上 也不用紧 你只打在这个部分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拉 拉旁边一点一点 这样子 好 所以你有两种方法 欸就是 瘦的人 你可以 脸瘦的人 你可以打 但是 嗯 脸比较肥的话 你就可以打上去 就是这样子 可以 这边就是你的脸 这么一直讲说服 就是这里 嗯 然后 嗯 说到那个 嗯 打亮粉 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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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不是 假如你脸 通常 我呢 因为我的脸是比较油的 所以我 其实 没有这么 有兴趣去打亮 所以 嗯 因为 假如你打亮的话 然后你 刚才会出油 会令到你的脸 会更油 但是 我的 我现在 我的 的 skin care 还算 蛮好了 所以 嗯 刚好我用到的 Foundation 是控油的 所以 现在打亮 算是没问题了 所以 打亮 就拿一点 粉 所以 不要用这样多啦 所以 你就打在这种 最低法 通常是这个 通常是这个 打在这个部分 所以 打鼻影 是在旁边 鼻子旁边 这样 打亮 就是 放在鼻子中间 所以 打鼻影 跟打亮 是一套来的 其实 因为 你把你的轮廓 嗯 你把你的轮廓 你把你的轮廓 嗯 怎么说 嗯 用 嗯 用 Ctrl粉 来 突出你的轮廓 然后你就要 突出了过后 你 就要拿点 啊 散粉 highlighter 来 更 突出 更 轮廓吧 又好了 好像这个 嗯 Catrice的 prime and fine 其实 最好上我说的 它 刚刚好适合我 不是很深 也不是很浅 啊 啊 就刚刚好适合我 so 这个是没有珠光 我们Ctrl粉是没有珠光的 但是 那个 散粉 highlighter 就有一点的珠光 是很漂亮的 刚刚好 你就要最好是找到这种 嗯 散 可以说 它其实不算是有散粉 它是粉 是很细致 你知道它有种透亮度 你拿这种粉就好 就找这种粉就好了 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去买 Catrice的 呃 嗯 prime and fine controlling palette 呃 它是 ashy radius 呃 010套 假如你有兴趣的话 就 用这个咯 因为我觉得这个 散粉 呃不是 highlighter 很好用一下 因为它 它不是很明显 但是 它又会给到你的脸 有一种光泽感 所以假如你喜欢光泽感 呃 不是很夸张的光泽感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因为 你 你查了过后 它也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嘛 就是打亮在这个T字布 跟下巴桌里 啊 对 其实忘记了一个部分 其实还可以打亮 呃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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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腮红的地方 上方 也是可以打一点亮粉 打在唇鼓上面 其实就是 你的 你的 腮红 上方而已 哦 他才没有画到这另外一边 就这样子 ok 呃 像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呃 喜欢我的 教学吗 呵呵 就 给我一个大拇指 跟订阅我的频道吧 这样 下期再见 拜拜